男人喝得六心不忍 看着眼前的性感美女 身体是越发不受控制 忍不住就想上前深入交流一番 可还没能动手 竟直接倒在了美女的身上 男人名叫小高 本是一个苦逼的打工仔 从小老老实实在单位 本本分分刚了十年 小姐一个任性 辛苦几天的工作又要重新完成 可这天 她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小高和同事 本是拿着500万替老板将钱存入银行 不料半路堵车 小高又恰好弄起了肚子 马上叫怒犯了小高 只好半途下车 就一个拉屎的功夫 不仅钱被抢了 就连两个同事也当场丧命 倒霉的小高就这样成了最大的嫌疑人 虽说小高是一遍一遍地解释 可警察哪里肯信 就在这时老板来了警局 本以为自己的救星来了 谁知一向亲密的老板也不肯相信 我不是不相信 不过人心隔肚皮 说到钱的方面 父子俩都信不过 听老板的话 小高的心算是凉了半截 任劳任怨干了十年 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就这样小高生生经历了 一个下午的言行逼供 最后还是因为没有证据 警察才不得已将他放了出来 可当他走出警局 一个恶号传来 怀孕的妻子就在他被困警局的时候 因为难产去世了 只给小高留下了一个身体虚弱的儿子 可这还不算最糟 第二天刚上班的小高 又被老板炒了鱿鱼 面对双重打击 小高却只想要回工资 可刚丢了500万的老板 哪里肯再花钱 经历了人性恶魔后 小高绝望了 一气之下 竟绑架了老板的女儿 舒贞是个富家千金 老爸却是个吸血老板 舒贞也因此被小高绑架 本以为对方是个实恶不说的绑架犯 可听着小高的诉苦 舒贞也开始同情起这个崩溃的男人 小高绑架舒贞的理由只有一个 要要回自己应得的工资 可舒贞却是十字大开口 一张口就空了爸爸一千万 这好气简直要给小高逼疯 舒贞教育小高要把格局打开 二十万是啰嗦 一千万也是啰嗦 那还不如多要点 得又是一个坑爹了 就让小高彻底成了绑架犯 随便想到就在取钱时 又又又出事了 混在人群中的小高不出意外的 被警察盯上 就在警察追捕他的过程 意外击毙了一个武功女学生 可转头 这条人命竟然在他身上 这下小高更是崩溃 本来只是个无所作为的小市民 这下竟莫名背上了一条人命 多日的相处下来 舒贞选择相信小高 两个人渐渐成为朋友 心听善良的舒贞决定 劝老爸交工资还给小高 并给小高证明清白 却不了一向宠爱他的老爸 这次却没有听他的 舒贞没想到 家财万官的老爸 对为自己卖命的员工这么无情 一旁杀了人的警察 竟能脸不红心不跳的嫁祸给别人 舒贞顿时对这个社会充满失望 于是回到小高身边 两人立即出发 脚下还在医院里的儿子 就要浪迹天涯 可被全程统计的两人 又哪里搞钱养儿子呢 夫妻俩带着孩子去打劫 红一大哥真是一点不慌 反而转过身来教育两人 面对大哥的扎心吐槽 男人也算好气 直接掏出十万现金 两个人本以为第一单生意 就这么顺利完成 不量回到车上的大哥 竟反手掏出一把大枪 两个怂祸下得瞬间腿软 直接就给打跪了 大哥看着这搞笑场面 真是笑喷了 大手一挥 将手里的大枪直接赏给两人 接着又回到车上拿出一袋武器 两人真是懵了 合着这是遇到新手村村长了吧 正在未稿前烦恼的两人 转头就遇到了财大气粗的黑社会老大 却没想到老大就是老大 上来就给两个人来了个新手礼包 自此两个人开启了打家结社 劫富济贫的快乐生活 为是要做一顿正义感爆棚的死雄大盗 两个人的感情也迅速升温 开心的深入交流起来 从此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他俩 不仅抢了钱 还趁机秀了一波恩爱 这一天两个人又找到了 一个压榨员工工资的无良老板 二话不说就要给他个教训 给现场的大家出口恶气 可却在这时警察敢来阻止 这下惹得老百姓不乐意了 现场一个洋人警瓜 也因此丢了面子 一气之下带着大批警力 直接围剿了两人老巢 两人也是丝毫不慌 超级家伙就朝着警察打去 可面对着源源不断的援兵 两个人还是受了重伤 洋人警察却是不罢休 甚至出动了直升飞机 经历了这件事 两个人虽说死而无法 但还是放心不下年幼的儿子 再在思考下 淑珍将孩子交给了老爸 和小高在直升飞机的火力下 重担身亡 洋人警官看着两人的尸体 勤勉地笑了笑 一脚将小高的尸体踢开 无良警官就这样和两个人 一起葬身火海